第28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105年5月30日星期一 九十至十二十六分 十四十七分至十七十四十四分 地點本院群協樓801會議室出席委員 洋藥委員等15人 練習委員 政天才委員等45人 練習官員 衛生福利部部長林皱炎等 相關人員 主席王招級委員玉敏 報告事項 1.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議事錄確定 2.衛生福利部部長 外交部次長 經濟部次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委率所屬單位 主管列習報告下列事項並被質詢 1.衛生福利部業務概況及立法計畫 2.我國代表團參加2016年世界衛生大會 及於美日等國雙邊會談之過程檢討成果檢視 及未來衛生防疫政策規劃 3.開放受肉精美豬進口對國人健康風險影響 及相關管制措施之可行性評估 本日會議針對國家安全會議 秘書長請假未准且未應邀出席一事 委員李彥秀等10人分別提出程序問題與會議詢問 後經林委員靜宜等7位委員提案 自為遵守憲政體制和立委行使職權 請進入今日詢答議程後 由衛生福利部林部長奏言等列席報告並被詢 委員吳坤裕等20人提出質詢 均經衛生福利部林部長奏言及各相關主管等及席答覆 決定本日會議報告及尋答完畢 通過臨時提案二案請委員酌參 有未通過提案一項提案內容請委員參閱書面資料 本案係經委員林靜宜等7人提案 提議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35條制規定 進行點名表決 點名表決結果在場委員11人 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贊成者蔣萬安陳怡民及李艷秀等3人 反對者楊耀 林靜宜 吳坤裕 洪慈庸 宗孔照 吳玉琴 陳曼利基 黃秀芳等8人 另有善會動議委員吳玉琴等5人提案 會議時間已屆5030分 第案善會決議照案通過 在場委員8人進行舉手表決 贊成委員6人 反對委員2人 贊成者多數 宣讀完畢 好 請問委員對上次會議事錄有沒有修正意見 若沒有我們就確認通過 本日的議程為邀請勞動部就新政府擬定推動勞工全面週休2日 恢復勞工7天國定假日 彈性加班公時配套 調整基本工資時薪計算公式 有心家庭照顧架等政策措施 實施期程及修法的規劃列席報告並被質詢 另外審查本院委員王玉銘等20人凝聚的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20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 審查本院委員王玉銘等18人凝聚就業保險法 第10條第11條及第19條之3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 那現在呢我們就介紹今天出席的官員跟委員 那首先我們介紹在場的委員李燕秀委員 蔣萬安委員 接下來我們介紹今天出席的官員 勞動部郭芳育部長 廖惠芳中務次長 勞工保險局羅湖局長 勞動力發展署劉家軍署長 勞動基金運用局黃兆熙局長 職業安全衛生署劉傳明署長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林三貴所長 綜合規劃師王厚成司長 勞動關係師王厚偉司長 勞動保險師石發基司長 勞動福祉退休師孫碧霞司長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師謝倩倩司長 勞動法務司王上智司長 會計處張岳女處長 統計處羅宜玲處長 法務部劉成坤參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培訓考用處 蕭欣偉檢認視察 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黃秀榮專門委員 好 以上列席官員介紹完畢 那補充介紹到場的委員 洪慈庸委員 中孔趙委員 好 那我們現在就首先邀請我們的郭芳育部長 針對今天的議題為各位做說明 我們十分鐘的時間 主席各位委員 那麼今天大院召開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 那麼我們很感謝給我們這個機會可以到會議裡面來做列席報告 那麼以下就緊就今天的會議主題重點說明如下 第一點 勞工全面週休二日及恢復勞工七天國定假期 那麼勞動基準法第30條所訂的法定正常工時 從我們今年1月1號開始修正縮減 每週不得超過40小時 那麼希望能夠達到週休二日的目標 我們本部也配合修正勞動基準法的施行細則 那麼將國定假日修訂為全國一致 並且保留勞動節 同步從今年的1月1號開始施行 那麼在實務上 卻沒有辦法落實週休二日 所以這個修正案經過我們大院的決議 並且在今年的4月20號 要求本部更正或是廢止 所以我們本部將遵照大院的決議來辦理 儘速來修正勞動基準法實行細則 那麼先恢復勞工國定假日為19天 那麼由於這一次的國定假日的爭議 是因為沒有辦法落實週休二日所引起的 那麼為了有效落實週休二日的立法議旨 我們本部將儘速提出勞動基準法第36條等 有關的條文修正草案 那麼從行政院審議 第二彈性加班工時的配套 法定正常工時已經從1月1號縮減為每週40小時 為了兼顧勞工健康福祉 並且考量到企業營業的需求 所以有關於每一個月延長工時的調整 因為各界仍有應該適當調整 加班彈性規定的這樣的一個建議 我們考量到這個議題 牽涉到勞工的健康福祉跟權益 所以我們將透過未來民意調查的方式 進一步收集勞工的意見審慎來評估 第三調整基本工資實行計算的方式 從去年7月1號開始 每月基本工資208元 每小時基本工資是120元 那麼當時的法定正常工時是兩週84小時 那麼從今年1月1號開始 法定的正常工時已經縮減為每週40小時 所以每小時基本工資的計算方式 如果按照原來跟每月基本工資連動的算式來計算 應該是126元 這個落差雖然是縮減工時之後 所造成的基本工資實行的換算問題 但是它其實也涉及到基本工資的議題 所以我們會提送到今年6月份 就是這個月份 我們召開的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 由勞資政學四方面的委員來共同討論 如果大家有共識 並且同意由行政機關來處理 我們將以相關的行政程序來公告實施 那麼如果大家認為這個涉及到基本工資的調整 我們就一併會在今年度第三季所召開的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來進行討論 第四部分有心家庭照顧假 勞工如果因為家庭成員預防接種 發生嚴重的疾病或其他重大的事故 需要親自照顧者 目前已經可以請家庭照顧假 這個假是並入試駕計算 全年以期日為限 那麼試駕期間是不給工資的 所以請家庭照顧假的時候 對於勞工的生計來說 的確是會有些影響 那麼有建議我們大院委員已經有多項的提案 您修正家庭照顧假為有心 所以我們本部也朝這個方向來規劃 為了提升勞工福祉 我們會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跟外界來溝通 那麼至於對象 是由天數已經裁員這些細節 因為牽涉到勞工的權益 還有雇主人力調配 及增加雇主及政府財務的負擔 都需要通盤的考慮 所以本部將審慎的研議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麼第二個是有關於修法的 這個本部的意見 我先報告 委員所提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20條條文修正草案 口頭報告 第一有關於王玉銘委員 江南新委員等18人所提 明定受僱者因法定或新興傳染病 天然災害停止上課 需要親自照顧未滿12歲 就讀國小以下子女時 得請家庭照顧假 請假期間工資減半發給 並得請領家庭照顧金貼 我們本部意見如下 有關明定家庭照顧假請假市由的部分 現在已經可以依現行的規定 請家庭照顧假了 那麼有關請照顧假期間工資減半發給 並得請領家庭照顧今天的部分 因為涉及到是不是符合就業保險促進就業的目的 還有就業保險制度各項給付之間的平衡性 財務安全及保險有限資源分配等疑慮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橫著勞工的權益 雇主人力調配 雇主及政府的財務負擔等面向 進一步凝聚共識 所以我們建議審慎的考量 第二有關陳一傑委員林俊憲委員等18人所提 家庭照顧假由7天增加到10天 5天應支給前薪 本部意見 第一有關增加照顧假至10日的部分 因為性培工作平衡法適用於所有的受僱者 所以因為適用的對象很廣泛 對於僱用人數比較少的小型企業 恐怕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應該要審慎的來評估 第二所提家庭照顧假5日 薪資造給的部分 因為涉及增加雇主財務負擔 以進一步凝聚共識審慎來研議 第三有關於李昆哲委員等17人所提 天然災害納入家庭照顧假的範疇 5日應給前薪 那麼我們的意見是 有關天然災害納入家庭照顧假請假範疇的部分 依現行規定已經可以加以運用了 第二所提家庭照顧假5天薪資造給的部分 因為牽涉到增加雇主財務負擔 以進一步凝聚共識審慎研議 接著有關於委員所提 就業保險法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九條之三 及三十條修正草案的部分 王毅民委員等18人所提 就保法第十條十一條十九條之三條為修正草案 正列發給家庭照顧今天相關規定的部分 我們的意見一 就業保險主要是在照顧失業勞工 及促進勞工的穩定就業 家庭照顧今天以前開幕的關聯性比較不大 而且目前國外制度還沒有由就業保險來自應的做法 第二 104年育嬰流子停薪津貼支出是84億元 佔總支付48.7% 已經超過失業給付66億元 外界有很多提出了就保制度橫平性的問題 又考量到就保費率只有1% 資源有限 所以學者專家過去都建議應該擴大就業相關給付為優先的考量 那麼第三 就保支出容易受到景氣變動影響 以98年金融海嘯為例 當年支出就達280億元 那麼未來經濟的情勢還沒有很明朗 就保年度收出的這個基金啊 能須保持一定的安全準備 以避免發生大量失業的時候影響失業勞工給付的權益 所以中上的考慮 我們委員所提因為涉及是否符合就業保險立法的目的 就業保險制度各項給付的橫平性 還有財務安全及保險有限資源分配等餘利 所以我們建議應該要予以審慎 那麼第二 李玉玲委員等19人所提的就業保險法第30條修正條文 那麼明定符合就業服務法第24條 特定對象失業者 在申請失業給付及失業認定的時候 提供的求職紀錄以一次以上部分就可以了 我們的意見一 為了便利失業勞工提供求職紀錄 其實實務上無論以親自面試也好 郵寄履率也好或網路求職等方式 都可以列為失業勞工求職證明 所以已經考量到各類對象的需求 那麼第二就是這些若能 這個職能弱勢失業勞工 他們主要面臨的困難在於不易求職成功 所以相較一般的失業勞工 更需要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來提供就業的協助 如果再減少他們求職的機會 恐怕會延後他重返職場的時間 反而不利他及早再就業 所以應該也要審慎 以上的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勞動部 郭部長的說明 那接下來呢 今天本來有提案委員的說明 但是因為提案委員 除了本期之外 都還沒有到場 那本期待會會在諮詢裡面說明 所以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指 因為委員不在場 我們就先不予說明 那現在呢我們就要開始尋答 每位委員尋答時間是8加2分鐘 列席委員是6分鐘 10點半截止登記 委員如果有書面質詢 請於三位前提出預期不受理 那我們12點會開始處理 臨時提案 首先我們請登記第一位的 洪慈雍委員進行質詢 主席我們請郭部長 好 請郭部長 洪委員長 部長早 第一天來到委員會 很高興 不是第一天 以前來過 今天是 您上任之後第一天 來到委員會來進行報告 好 那今天第一個問題 昨天晚上我看到一則新聞 就是勞動部公布的這個 薪資的調查報告 好 那我一開始我就要說到 小英的就職演說 它其中有一段 它是講到說 現在年輕人的一個處境 是處在這個低薪的一個環境裡面 很久了 那年輕人呢 他現在動彈不得 然後對於未來也非常的茫然 好 這是政府的責任 好 那昨天的這個調查 部長 您知不知道 昨天這個調查公布 大學畢業生現在的平均起薪是多少 28K吧 27K 27655 27655 好 那部長 我想問一下喔 您認為說這樣的一個基本 就是大學生的一個基本的一個起薪 你認為啦 合不合理 我覺得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間 有很大提升的空間 我要跟部長說 因為其實我出社會 到現在大概十年左右的時間 好 那我那時候出社會的時候 也是差不多這樣的一個起薪的水準 好 那我要問到部長說 這16年來啦 台灣的GDP不是沒有成長 但是為什麼這 這個大學生的一個平均的一個起薪的薪水 為什麼還是停留在十五六年前 你覺得這個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包括委員這個原因相當多 我們也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大致上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大體二元大概有幾個主要的原因 包括現在勞動市場它過度的資本深化 第二就是人力資源管理二元化 就是現在很多的企業其實傾向於比較太淺 人力取代非核心的人力了 還有產業結構也改變了 還有全球化的影響 還有現在很多企業 其實他們投入很多研發跟教育訓練的投入 反而就不會去加薪了 還有大學教育的普及 還有外籍勞工的僱用 還有勞資關係的弱化 我們大概可以整理出這八點重點 是過去大概是造成低薪的一個原因 那部長你也知道說這些原因嗎 那小英總統他也說了 他沒有辦法馬上幫年輕人加薪 那他會立刻展開行動 那對於小英總統他說的這些行動 你們在勞動部這邊 你們現在立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覺得什麼樣的一個行動 可以立即幫助到年輕人 低薪的問題的確不是勞動部單一個部會 可以處理它是一個跨部會的 但是它是一個 我相信新政府一定要面對馬上要處理 所以在勞動部的部分 我想我們第一個是 從邊際勞工開始處理起 就是希望能夠檢討基本工資 能夠奠定最低工資法 從基本的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強化工會的功能 它具有可以跟資方可以溢價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對已經在職的 我想我們應該要加強他的職業訓練 提升他的技能水準 具有就業的競爭力 他才有能力去跟雇主要求比較高的薪水 那麼對於外勞剛才提到的部分 我想我們要趕快來制定外勞的警戒指標 希望外勞引進在一個適當的數目之下 不要去影響到薪水的調整 還有類似像對於青年出入職場的時候的教育訓練 也很重要 大概我們勞動部能夠處理的大概就是這些部分我們要加強 好那這些部分我希望 部長你有說到 那接下來我希望你真的能夠展開一連續的一個行動 然後那你剛剛有講到就是基本工資跟最低工資這件事情 那因為其實時代力量在很久之前 你應該知道說我們已經提出這樣的一個草案 那其實在前兩天 其實中國國民黨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也說他們也要推這樣的草案 那其實我們非常樂見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我不曉得說 勞動部員你們這邊的草案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我目前在收集的階段 我上次跟我們同仁講說 大概一個月之內可以把國內外的資訊 我們都可以把它收集完整 然後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 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草案出來 可以作為我們討論的依據 所以一個月是收集資料 是是 目前在收集已經大概就在整理當中了 OK 那希望說盡快 因為這個草案其實時代力量已經推出 五月份的時候 五月一號之前 所以已經一個多月了 那我相信國民黨這邊應該也會非常快的提出 但是我認為說其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看到這個場景是覺得蠻荒謬的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離開這個 背巡台的這個陳雄文部長 他在2015年的10月的時候 他才剛剛才說過 基本工資如果調到25K 這個老闆是負擔不起的 那12月份呢他還拒絕召開這個工資的 這個基本工資的審議委員會 但是呢他下台之後呢 馬上跑去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說這個基本工資應該要調到3萬塊 那針對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個我不曉得我們新任的郭部長你怎麼看 報告委員任何人提出的建議 我覺得都是善意的啦 所以我們都會把它收集 然後我們要遵照程序正義 就是這些意見 那麼都會在我們未來的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裡面做充分的討論 好那因為我個人是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是覺得非常荒謬啦 因為當時候這個前陳部長 在這質詢台上的時候 其實一直在捍衛這個 資方的一個權益啦 認為說不管是七天假 或是這個基本工資的問題 他都一直非常覺得說 如果我們現在 依照現在委員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這個雇主都沒有辦法負擔啦 那就回到這個七天假的一個問題 當時候陳部長他不願意處理嘛 那您現在已經有說了 您會趕快提出這個修法 好那可能會針對36條 37條跟24條進行一個修訂 那我非常的肯定您這樣的一個 一上任就馬上來處理這件事情的一個做法 那也有承諾說在一個月 你們會提出這個修正案送到行政院 好那就看行政院這邊的一個處理的進度 會盡快送到立法院來做一個審查 但是呢其實您這樣的一個 這個方案提出來當然 您有說您有跟就是 勞資雙方有做過一些協調啦 那當然現在我們勞方是 如果依照您所說的 真的達到週休二日 然後這公司真的有減少 那加班費也可以拿得到 我相信勞工應該是 還算滿意啦 但是資方的部分喔 來就部長而言喔 您認為現在資方的態度怎麼樣 是各位報告 七天假的恢復啊 是因為完全要遵照我們這個大院的決議 是不以備查嘛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恢復 那麼勞基法的修法 目前的進度是我們大概還在溝通當中 所以過去我們跟勞團 跟這個工商團體 其實做過很多溝通 但是這溝通還在繼續進行當中 所以在未來 我想我們可以在大概 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啦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法案 能夠經過我們的法規會 然後就送到行政院去審議 好那因為其實喔 這樣的一個修法 當然會造成資方很多的一個反彈啊 那我想要問一下就是部長 如果說接下來如果資方喔 他們的這個反彈的力道喔 還繼續說喔 他要出走 然後他要就是可能沒有辦法經營 他要裁測員工 那如果針對這樣的反彈 你之後你會怎麼樣去處理這件事情 我想溝通來化解他們的疑力很重要喔 那我也不覺得我們資方好像很不理想 其實我們溝通的過程裡面 其實資方他們也很大氣啊 他們也認為週休二日的落實 是他們可以接受的 甚至於他們認為 國定假日全國一致這個目標 他們也完全認同 所以我覺得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溝通的過程都還算順利 那麼媒體報導有很多的工商團體 說要出走怎麼樣 我都一一的去拜訪過他們 其實大家經過詳細說明以後 其實大家都認同 就認為說我們的用意是什麼 我們會達成什麼樣的目的啊 其實大家都很認同 應該是這個問題其實期間不大 好所以你認為說你未來在推動這件 這個政策的時候應該 資方的一個主力不會太大就對了 我們還要繼續溝通 我想溝通永遠不會有止盡的啦 但是七大工商團體 我們是跟他們真的是很誠懇的跟他們溝通過 好 那因為我剩下一點時間 問一個問題 就是在104年 勞動部的這個勞動檢查的一個 專案的一個結果的報告裡面 其實我們發現了還蠻多一個 違反這個勞基法的一個案件 那其實我就以公讀生為例啦 那公讀生的一個檢查裡面 有57件不合格 那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啦 可能工時過長啦 或是沒有給加班費啦 或等等的 總共是開罰了131萬 好 那總共我們去平均下來 一個案件罰不到3萬塊 好 那這麼低的一個就是罰款 部長你認為說 這樣子對於這種財力雄厚的一個企業 對他們會有嚇阻的一個效果嗎 我們機制好像是可以連續罰嘛 是可以連續罰的 所以但是罰不是我們的目的啦 我覺得很多的企業其實是 經過這樣子的過程以後 他們就了解到勞基法的規定標準是什麼 反而會讓他們以後會去遵照勞基法來執行 所以我覺得我們再繼續的宣導 然後輔導 然後再最後加以檢查 應該這個情況會越來越好 好 這個問題我相信可能要有點時間討論 因為我時間已經到了 但是我要跟部長說的是 因為您說的就是給他們一個訊息 知道說不能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過去一直在勞檢 然後也一直在開罰 但是違法的還是一樣多 所以我認為說就是我們認為 我們認為說現在的這個開罰的 這個法環的這個規定 我覺得是太低了 就是他這個法環的精神太低 導致說很多企業他寧願被罰 他也不願意真的去遵守勞基法 所以這個部分我是在提醒一下部長 針對勞檢這個發責部分 要再做加強 謝謝 我們注意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靜怡委員進行質詢 好 謝謝 麻煩部長 好 請郭部長 林靜怡委員早 部長早 部長您認為促進台灣的年輕人就業 是不是勞動部未來很重要的一個責任 一定是 一定是 那其實我們看了一下大概今年到現在這半年 事實上勞動部已經辦了三場 這個勞動力發展署已經辦了三場大型就業博覽會 那您對於這三場就業博覽會的成效您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提供一個剛畢業的年輕人他們可以做一些就業媒合 提供他們一些就業資訊 這個在過去以來就是一個他們很主要的選擇職業的一個場合 所以我覺得這幫助很大 所以您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業的這個博覽會的對象是 在校的年輕人或者是畢業之後要轉折 其實我們沒有特別規定 但大部分是在校應屆畢業生是一大部分 但是因為市區是公開的 所以如果說去年畢業過去或是想轉業的 其實他們都會來 所以對轉業或者是說未來想要就業的年輕人 是重要的一個時間一個活動 那我想請問就是說 最近這三次舉辦的這個活動 您覺得就是說現在我們看到的媒合狀況 參加的人跟後來媒合的狀況 這個媒合的比例狀況大概 您覺得好不好 三場裡面有兩場是大概四十幾 四十四十六 但是比較高的一場 比較高的一場 在桃竹苗是到百分之七十 桃竹苗那場有到百分之七十 好我們看一下圖表 其實我們看了一下這三場活動 事實上真的就像剛剛部長說的 媒合狀況還不錯 有一些的媒合至少以數字上來講還不錯 那不過我們想請問我們的部長就是說 這三場它的時間分別是週間還是週末 第一場高頻盆的是禮拜六 對 然後桃竹苗是禮拜天跟禮拜六 對 所以北極一花是禮拜四 是 因為您剛剛有說 這個活動其實主要是希望在校的 應屆的這些年輕人可以來參加 那或者是有轉職的思考的人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看 當然我們知道你們可能有很多的考量 但是我們大概想像說在校的學生 或者是目前有一個行業他打算轉職 我想禮拜四應該不是他方便出來 看就業博覽會的時間吧 我完全同意 那可以說明一下為什麼這一場要辦在禮拜四下午嗎 基本上跟委員報告說 在台北辦這一場 因為在台大校園裡面 因為我們還是鼓勵在周邊的大學的應屆畢業生可以來參加 所以你們的目標是應屆畢業學生 然後下午的課不要上來看這個博覽會 我包圍我覺得 雖然我知道大學生也不太認真上課這樣 包圍未來我們要考慮這個問題 我覺得同樣的資源在辦這個事情 一定要選擇一個最有績效回收的這樣的一個場合 是 我想我們應該要考慮這個因素 謝謝部長這個想法 好就是就像您說的 既然要辦活動 而且他對於年輕人的就業有促進的效果的話 錢花在刀口上 就辦在一個方便大家來參加的一個 我們特別注意這個事情 那想請問一下 部長 這幾場活動 您有沒有看過裡面招商的這個內容 對於男性的就業還是女性的就業 有比較友善或比較有利的一個項目 我還沒看到這個資訊 先署長來跟你報告一下 好 我們 我們 我細節因為還沒有看到報告 就是說 總共的職缺數以高 高分署辦的時候 職缺數有將近三千個 是 然後陶分署在辦的時候 將近有八千多個職缺 然後 北極一花 北分署在台北辦的時候 將近有四千六百個職缺 這樣好 我請問一下部長跟署長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政府 我們這個性別主流化是什麼時候開始做的 性別主流化政策 因為你以前就是在行政院裡面 你應該知道 你都要上課 時間到記不起來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 我們的性別主流化國家政策 是從2005年開始 2005 你還要上信品的課 你的學分一定不夠 性別主流化國家政策 在台灣 我們是2005年開始實施 它的要求就是行政院的各部會 要能夠了解 1995年聯合國婦女地位論壇所 共同推暢的性別主流化政策 那您知道性別主流化政策的 推動的工具有哪一些嗎 好了我簡單說 性別主流化推動的工具裡面 基本的工具包含性別統計 性別分析 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預算 性別意識賠利 我為什麼要提這個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看到 我說最近這場在台北 我們是機器人創意義大賽 那這個機器人 過去的傳統思想 都覺得說好像男生比較有興趣 但是我們也知道 其實現在在長照的這個機器人 或者是智慧的這些輔具 事實上對於很多女生 他們也是有興趣的 或女生很多 對機器人也很有興趣啊 所以我們其實在政府的預算裡面 如果我們從2005年開始做性別主流化國家政策 來到現在已經是第11年了 我會建議貴步 你們在辦活動的時候 要考慮我們剛剛講的這幾件事情 第一個 性別影響評估 性別統計 性別預算 你在這個活動裡面 你有沒有思考到來參加的 是男性還是女性多 當然我們希望都有 很多都好 但是他們有興趣的職缺 有興趣的職種 還是說提供這些年輕人他們來看就業的這些活動 有沒有考慮到性別 這是很重要的思考 因為這個你想考慮到性別 才能夠做到真正的性別平等 我想部長這邊您能不能對於這個部分有一點想法 是 包委員 謝謝你的指教 我想性別主流化這個部分 顯然我們真的是要加強 令貴單位 看來可能性評估會會對你們有點意見 我們會加強 是 所以說其實我們 因為有跟你們要資料 你們給我們的答案都是說 參加活動我們沒有性別跟年齡 所以沒有統計分析 我也承認 因為每次我們有些縣市 我們跟他要性別統計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說男生參加了38人 女生參加了26人 這個沒有意義 但是其實我希望看到的是 以後你們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有思考到我的活動 是不是我們講的 其實性別影響評估 我們行政院有很多的案子 要寫性別影響評估 寫性別影響評估的時候 就會請你們還有專家 來幫你們評估說 這個活動有沒有針對某些性別有幫助 或者是對於改善我們的性別分流 不要只有男生理工女生人文 他可以去做一些 鼓勵女性從事多數男性的行業 或鼓勵男性從事多數女性的行業 這個我相信 都是可以讓我們的設計案更有性別思考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一定要加強 我們現在是有性評委員會這些 但是顯然看起來是不夠落實 很簡單 我們的工具裡面有性別影響評估 所以你們以後這個計劃 你們就寫下來 請我們的性別影響評估的專家給你們看 他們會給你們很好的想法 謝謝 好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最近都在談很多的架 好 那我們在各位辦的這個活動裡面 也有廠商都釋出很多的訊息 那我想請問部長就是說 勞保跟健保 它算是員工福利還是勞工權益 這個東西是權利還是福利 這是法定的應該都是權益吧 這是法定的勞工權益嘛 我為什麼要這樣問 因為我們在看你們提供的這個 招商的這些廠商的資料裡面 他們其實寫的很多 那有的公司它就說 我們有提供福利 我們的福利是勞健保 因為這是我們政府部門合作的這個招商案嘛 對不對 所以這政府其實就要要求他說 這是基本權利而已 這裡不能算福利嘛 是不是 中間這個公司他們有 他們把這個他們的員工福利 包含週休二日 包含這個勞健保 勞退金 這個應該也是基本權利嘛 這不是福利嘛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用A公司來看 這個A公司根本沒有給福利嘛 它甚至把那個基本權利 都當福利在看嘛 C公司其實它就有一些不錯的事情 最舊一個有說 要讓你教育訓練 然後婚商洗清拐你補助 鼓勵你去結婚等等 還有分紅 這些看起來就比較是 勞動部規定的權利之外的福利嘛 所以這個部分喔 未來我們在這樣的政府 所舉辦的招商的資訊裡面 可不可以我們要求這些招商的廠商 搞清楚你的基本保障就是啥 你的福利另外寫 不然的話 搞得勞工不清楚以為 我的這個雇主給我勞健保就是福利了 這個是違背我們的勞工政策嘛 是不是部長 對 謝謝委員提醒 那麼未來如果是我們辦的 那麼這些廠商是我們找來的 我們一定事先要跟他溝通啦 呈現的方式 呈現的方式 不要做一個這樣子一個不當的方式 是啊 甚至我們既然是政府單位 我們要鼓勵友善職場嘛 友善生育職場 那就把那個 比較希望他們提供的福利 黑暗爛的特別標出來嘛 對吧 那政府給他們背書啊 說我們認為這樣的職場是好公司啊 請大家去這個公司上班啊 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可以正面的去促進 呃我們講的勞工的友善職場啦 好不好 完全同意 謝謝 最後一點點喔 最後一個喔 來 最後一張 那天我們的活動其實都很喜歡 請原住民的這個朋友來表演啦 好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這上面這幾個分別是哪幾個民族啊 而且我跟回答我不清楚 署長不清楚對不對 我也不清楚 因為我看了之後 我分不出來他們是哪幾族耶 好 這是對啊 就是有的是混搭 有的是甚至不是我們的原住民的這個 這個標準服飾 好 我想 既然是在我們勞發署所辦的活動裡面 這組520的那個 我們的就職典禮嘛 出現這個問題 我們對於原住民朋友的認知 以及文化 我覺得要尊重啦 應該應該 那既然要來表演 我們要嘛就標準一點 不然這樣混雜的處理 同時也再問一件事情 那我們既然要有這個原住民表演 我們有沒有提醒在場的招商 我們其實有原住民睡時計一架 我們有提醒說 所有的招商說 我們剛剛講的那三個 他們應該有的福利跟勞工基本權益 有沒有哪一個公司有寫 提供原住民睡時計一架 雖然只有一天 我們希望變三天 應該是沒有 沒有嘛對不對 你們用這個 不適當的原住民的表演 還沒有提醒在場的 所有原住民朋友說 你們每年有一天的原住民睡時計一架 這個也把他的權益給忘記了 好不好 謝謝 這些我覺得都很重要 因為既然勞動部 我們做了這麼多好的事情 那我們讓廠商把這些重要的 這個態度跟觀念都拿出來 謝謝 我們以後半年的時候特別注意 謝謝 好 謝謝部長跟處長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吳坤裕委員進行諮詢 主席找各位大家早 那我們先請郭部長好了 好 請郭部長 郭部長 我想今天討論的是假期的問題 但是國部長從事勞工運動相關行政 也這麼多年了 你覺得什麼比較重要 安全健康比較重要 還是假期福利比較重要 我覺得都重要 那如果要選擇哪一個比較重要 安全 先有安全才能夠去有假 是啊 所以你就不能這樣 這都很簡單 跟這個勇氣都沒有 我也會懷疑你做部長的主見 不可以這樣 當然是健康比較重要 大家 艱苦賺錢是為了照顧生活 但是不生命要照顧生活 對 對 所以部長你請一會 我們先請主委署的署長 好不好 劉署長 好 下一張 劉署長 劉署長 這前幾天高雄發生這件事情 造成 無死 兩死無傷嘛 那 不曉得您對 營建公安事件的看法怎麼樣 其實您 跟委員報告啊 其實營造業在整個公安發生意外的這個 這個比例上是比其他行業要高啦 那您既然知道了過去做了哪些改善工作沒有 我想說我們過去做了非常多的這個作為 第一個當然我們加強營造業的這個 這個勞工安全衛生的這個檢查 另外就是對於這個高危險作業 營造的高危險作業我們有一個通報的機制 另外就是要落實我們這個營造業的這個 危險意識的這個三層的這個管理制度 另外就是我們也配合做了一些營造工地的檢舉的作為 另外就是跟縣市政府 我們也辦了中小企業的這個輔導措施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您做了這麼多工作嘛 聽起來真的是很辛苦也投入了很多的心力 好 下一張 確實我們看到做了這麼多工作 那到底有沒有去評估一下 有沒有效啦 委員的意思是說 做了這麼多工作效益如何 效益大概我們 悶著頭 公務員也不應該悶著頭 像頭鳥一樣頭這樣捉蟲子 這樣在你悶著頭一直捉捉捉 到底捉得到蟲子嗎 不知道咧 做就這麼工作 我們也知道啊 確實做了很多的工作啊 開發了四次 檢查了五十五次 停工兩次 為什麼還發生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當然我們希望說這個 職災是零災害啦 那檢查當然是一個手段 那當然裡面有很多的因素啦 包括人為因素 或者是廠商都不按照法令來做一些執行 我想這些因素 我們都會作為以後檢討的 這個改進的措施啊 改進那麼多年的啊 你不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每年做了這麼的工作都沒有改進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從我們那個職災千人率來看 營造業的職災千人率 大概從12% 大概降低到11% 其實它是有一些顯著的績效 不過這個當然我們還要再繼續做努力 讓營造業的職業災害 它的發生率能夠降低 你說很多的因素 那到底哪幾個因素比較重要 當然這裡面很多都是人為上的原因啦 署長 你如果要這樣模糊化 沒辦法解決問題 要解決問題 第一時間知道問題是對的啊 那請委員指教 什麼因素是對的啊 請委員指教一下 沒有啦 我們有很多因素 這樣就換人做啊 如果市長就叫我委員跟你說哪些因素比較重要 拜託勒 然後委員一年開兩三年做研究 那職位署到底每年多少預算 你這樣叫我幫你指教 拜託勒 這樣你一位市長勒 對吧 就是你有那麼多工作人員 手下那麼多人 那要去了解問題解決問題啊 你如果沒有這個精神 沒有要主動積極 那我們就會覺得很懷疑 是不是認得問題了 下一張 您說 有降低 但是看這個百分比 每年營建工程最弱 食災死亡人數 沒有什麼改變耶 四年來 沒什麼變化耶 統計上沒有顯著意義差異耶 那如果做了那麼多事情 花了那麼多的經費 那就是 亂槍打鳥的方式耶 你沒有抓到要害嘛 沒有抓到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們問說到底哪幾個因素比較重要 你如果說委員指教 我就覺得說 不然我就改進嘛 因為剛剛我有跟委員報告過 我們做了一些很多的 這個措施 對啊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很敬佩你 因為它裡面發生的因素非常 悶著頭門做 我們說要去找出問題點 哪些因素重要 你們就來改善 我們要解決問題 最有效的方法 找出影響危險性最高的因素 先解決嘛 這是簡單的事情 怎麼 因素一定就多 那哪一些因素是重要的 它的權重就要比較重啊 這是管理基本的原則嘛 做市長是主管就是要管理耶 你和一種東西 不然我就來管理也太合 這幾年來 我不曉得你任職職位署署長幾年 那哪幾年是屬於你的任期內發生的 有人跟我說你是買了兩年齁 這樣我就看得很重心嗎 我104年6月到任了 是啊是啊 那當然這些看起來不屬於你的責任範圍啦 但是 不是這樣說啦 但是 麻煩你一下去了解問題嘛 你第一件事來做市長 一定要了解問題嘛 了解重要的影響因素一堆嘛 你不就能夠掌握你的來管理 啊不然這樣 我們整齊罵長這樣 那你 那你多人要對管理 一定是 整官司有去那裡來管理嘛 對吧 所以 麻煩改善一下 好下一張 好 那我們就看這個法規嘛 那到底 也沒有什麼法規 但是就需要現場有專業技術人員經驗的人員 那要怎麼資格要怎麼去認定啊 這個我們都有相關法規去做一些規範啊 對啦相關法規 跟 這個有法規啊 這個法規這樣寫的啊 沒有錯啊 但是你說要有專業技術人員 有經驗的人 那資格要怎麼去認定呢 我跟委員報告啊 那從這個大陵的案子裡面看起來 其實 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是認為說 這個人為的因素很重要 第一個他沒有按圖施工 按圖施工 第二個就是說 他人員上的訓練不足 因為他要做這個連閉桿的時候 我想署長 大概就是 他就沒有了解營建業啦 你真的不了解營建業 營建業當然就是 經驗不足的勞工嘛 他那些都是臨時說要來的啊 所以你就要了解問題點啊 你跟他說經驗不足 我也知道經驗不足啊 經驗不足要怎麼改改更重要啊 所以現場的監工 所以現場監工人員的這個素質 必須要加強啊 另外就是 所以跟職位署沒有關係就是了 只有是因為監工人員的問題嘛 沒有這個我們要加強這些監工 我們監工人員都有很多的這個訓練 監工人員是 這廠商聰了耶 民主委書聰了耶 但是他有很多要需要專業的證照跟訓練的 對啊如果 所以他需要很多證件 專業啊到底有沒有符合專業 要怎麼去認定呢 那就是看他 因為他都有取得相關的證照 所以必須要有相關證照才可以去 這個從事相關的 這個營建工地的這些主管業務 對啊安好合華啊 對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他有沒有去確實是落實到這種 這個監工跟營造工地主管的責任 這個新聞報導說這是鷹架軟腳倒掉的耶 是 所以這一次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鷹架軟腳 沒有當然啦 他單純的這個施工的這個鷹架施工的時候 他的這個 第一個沒有按照按圖施工 第二個就是他在鷹架上 他跟這個建築物主體的連臂 連臂感喔 沒有按照規定來理 好 那有沒有辦法事先預防抓出來 那鷹架嘛 你當天才鷹架的啊 你說你去檢查那麼多次 也花了兩次停工 花了四次停工兩次 那鷹架 符合安全性沒有按圖施工 有沒有連臂 那檢查有沒有辦法抓出來 現在因為這種是屬於危險性的 這個工作場所跟鷹架的搭設 所以按照我們的規定 必須要做通報做精準檢查 是啊是啊都做了 這一次沒有通報 容工處沒有通報 沒有通報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沒有接貨說 他要搭建這個鷹架 不過這個東西委員點出重點啊 我們如何要加強以後 這個通報作業啊 這是我們必須要加強的 通報 這是政府的採購案耶 以後要不要像這種案 就直接連線嘛 進來你做大數據 連線一時就知道 是怎麼要通報 為什麼要通報 可不可以用電腦連線的方法 政府的採購案 你如果說公處也是 對不對 這個為什麼不能自動發掘呢 一定要通報 沒有他要辭職施工的時候 我們就要他通報 不然的話 連線也是一種通報嘛 他如果不給你連線 你也沒辦法啊 所以就要求政府以後採購案 就自動 就你們就可以用 大數據的方式就連上去了啊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 這個我們研究一下好了 這個我們研究一下好了 你不要老是等著人家來告訴你嘛 因為你沒辦法解決問題啊 這個我們來研究一下 可以研究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中共趙委員進行諮詢 好 請郭部長 好 請郭部長 中委員長 我們在這裡的各位勞動部的官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部長 老朋友了 是 問起來有一點卡卡的 不會 沒關係 不會 放膽去問 放膽去問 是 應該的 應該的 而且主席還授強我多加兩分鐘 因為原來我是 我還配為你們耶 燕修有事 有事叫我及早 好 但是也不會為難他 謝謝 好 我想我們就 就事論事啦 當時為了一個 國定加入七天的會戶假 其實在這邊 大家都有不一樣的意見跟看法 也是因為這樣讓我見報率很高 那一天好像突然出了名 我本來是很低調的 所以媒體可以給我放低調一點 其實我最主要想問的就是 在整個的報告書裡面 恢復國定七天的一個假錄 包括彈性公司的一個配套 包括調整基本公司的聚散公司 這些部長都有 三個禮拜都有特別提示過 今天因為我們也包括 可能也要討論到 憲平法20條 因為王毅民王委員也有提 不只他提 其實有四個版本 包括李修菸李委員也有提一個版本 我個人也提了一個版本 李坤澤委員也提了一個版本 那四個版本到時候是要一起討論 還是下午要直接可能要有主席 做後續的一個原因 我們今天法案的部分 因為剛剛這個委員有提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先審查 等你們的版本進來 我們再一併做獅子 先尋大 然後等你們的版本進來再一併討論 所以那個時間扣掉主席講的 我想有關 國定假日就是因為施設到週休二日 那週休二日就是要恢復 國定假日七天的一個規劃修法的一個規劃 那因為新政府要推動全民週休二日 恢復勞工七天的國定假日 包括談刑公司等等 包括家庭照顧假的一個部分 那這邊有關想問勞動部的就是對於 國定七天的一個假日的一個 你們當我們未還委員會再說一次 針對國定假日七天假 勞動部是怎麼做規劃 勞動部一定是要遵照我們這個大院的決議 就是不以被查的決定 那麼就是原來要修的勞基法實行信責23條 那個就一定要恢復到嚴重 所以七天就是在時間截止之前 就是6月21號以前我們要公告 然後就恢復到嚴重 就是原來七天就回到嚴重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去援獄週休二日 是的 已經在研究 所以我剛剛有聽您特別跟洪遲用洪委員也特別提到 週休二日你們未來可能要找一些的雇主團體 你們也很努力 這一段時間也找了一些的雇主團體 甚至專家學者 希望能夠落實週休二日的立法本意 那我不知道你們研修相關的一個規定的一個時程 到底什麼時候會把相關的時程 相關的計畫會提出來 我們最近都還在密集做最後階段的溝通 包括像我們6月7號也會有一個溝通會 然後其實比較跟相關的勞固團體的個別的進行 都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如果6月7號整個溝通的過程都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把這個草案提到我們的法規會 法規會通過以後就可以報院 院裡面就會有一個審查的程序 由政府委員來審查 記得要跟部長說明的 我們條文的修正不只是36條的一個落實週休二日 是 不只36條 也包括我們30條勞動基準法 30條包括我們的第三項所提的八週公式 包括我們30條之一 我們所謂的兩週變形公式 因為在我們的30條規範來的 不管兩週四週八週 其實最沒有影響的大概就是四週 會有影響到因為你要配偶週休二日 你相對的兩週變形公式跟八週的變形公式 都要一併做調整 對 委員內行 我們原來對外面講的大部分都是講36條 37條跟24條 這是重點 其實還牽涉到30條跟30條之一 你如果不把30條跟30條之一 這些一併做修正 那你原來的就修二日 會跟變形公式有所衝突 是 我們會把它拉進去 做一個完整的整個修法配套 不只是這個變形公式部分 包括勞動部那邊也要針對勞工的條件 來對所謂的不合理的輪班 他的排班表 因為你們原來之前提出來的修正條文 原來要從46拉到54 加班延長公式部分 你們有送在第八街的時候 是 你們有送 那時候包括美班之間的休息規定 其實都試涉到 考量到勞工的健康的福祉 這一部分當時你們都有特別提到 我這邊是特別要求 在整個的修法過程當中 這個彈性公式是設到輪班 排班 跟美班之間的休息的一個規定 因為你原來的規定是 是沒有辦法去落實所謂的週休二日 部長 是 過去這個是在34條的修法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是想說 就專門來處理週休二日跟相關的問題 所以延長公式的部分 我剛才報告裡面有提到 所以因為這個週休二日 我們為什麼特別要提出來 去做中心去做勞期法的一個修正 最主要我們是希望能夠考量到 勞工的一個健康的福祉 也能夠兼顧到勞工的一個家庭生活 那就是避免所謂的過勞的風險 這些都是我們一直在做努力的 對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還有需要 去再廣納我們勞工的意見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還在征詢當中 我們未來我們可能會用一個比較廣泛的方式 譬如說這樣做怎麼樣做民調 或是除了傳統的這個座談 或是工廳會之外 會有一些一些比較比較廣泛的做法 其實另外一個部長 因為你那個剛好也有社務團體 社員團體也特別去提到 工資調整工資的部分 基本工資的事 僅是配合工資的縮短的一個換算 因為並不涉及工資的一個調整 我講的是指所謂的實信部分 是 所以你實信的部分 本席是支持把實信拉到126 這個什麼時候可以做 我們還是想說應該要充分尊重 程序正義的原則 所以既然我們有 就是說我現在不管週休二日 是 你現在法定的工資就是每週四十小時 也就是說你範算每個月的工資是182.66 如果你現在改為四十不講週休二日 是 你現在改四十 這已經是四十了 我所謂的四十不是四十小時 俗信 用白玉共共共共屬 國語不太標準 好不好意思 那這個四十小時 現在你們就是變成一百七十四小時 對 對不對 那一百七十四小時 是不是也可以跟 我們在座的各位媒體記者 讓他們解 了解到 你要一百七十四小時 怎麼換算出來的一百二十六 是 為什麼我要支持一百二十六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的解讀是一種公式的換算 原來我們是用全年的總工時 也就是當初是一週42小時 一年有52週 所以42乘以52週 但是這只有364天 還少一天 所以你再加8小時 8小時就是全年的工時 你除以12就是每一個月的工時 然後這個當分母 分子就是208塊錢 乘出來之後我們再乘以1.1 為什麼 因為當初認為時薪的工作壓力 密度壓力會比較高 所以乘以1.1 這就是原來的120元時薪的瀏覽 所以剛剛部長 你剛剛說因為這個可能 是受到法令的一個修正 其實這不用 這個實際上就可以直接調為126 是我們不太敢妄置的做這種決定 因為它既然有工作小組 而且還有一個審議委員會 我們還是一樣把它提出去 36條的修改 因為你原來的工時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會有174 你從總工時的部分 2864小時 除以12個月等於173.8 你就四捨五入變成174小時 從那個小時的部分 去計算它的時間 就是要126嘛 對不對 是 那跟周秀惡律有什麼關係 不 這個這個是跟沒有關係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因為是有勞工朋友到我們那裡來澄清 我覺得我們 我覺得在公時的部分 40小時已經是既定的事實的部分 我們就要去對於時薪的部分 去做即時的反應嘛 這個民眾才會有感啦 部長你這一步一踏上去 你的腳步就站穩了啦 連我們主席也會給你掌聲啦 謝謝 謝謝 不過我覺得喔 因為我們常講說 這個政府是要強調溝通 所以我就把這個議題 也跟勞方志望都溝通 那大部的議題還是說 應該要提到工作小組裡面 去做充分的討論啦 因為那是勞資政學的一個平台嘛 所以我覺得說去討論之後 做人的決定會比較穩當一點 所以你還是認為說126 不宜現在就直接宣布 我沒有 沒有意思的立場 我原來是如果 我想勞動部應該是 所以我現在我的立場是希望 了解我了解 了解委員的意思 能夠盡速去處理 另外一個就是 今天我們也要討論 包括王委員剛剛也特別提到 就是有關我們新平法20條的 一個修正的一個相關的草案 因為這適設到家庭照顧家 因為當時家庭照顧家提出來的時候 就是為了希望能夠 勞工跟公務人員是一致性 因為你們剛一直強調 國定家庭要一致性 那相對的一些的公平正義性 也應該給我們勞工朋友 所以家庭照顧家 因為原來的家庭照顧家 其實基本上就是對勞工不公平 那因為家庭照顧家這個七天 那個面臨的面臨的相關的問題 其實總共有四 我剛剛還忘了陳怡婕的版本 其實有五個版本 包括陳怡婕委員 黃毅民委員 余坤澤委員 還有我的版本 另外昨天審議程序委員會審議的是我們李秀營委員的也有一個版本 針對家庭照顧家 對不對 所以這總共有五個版本 最主要大家都有 其實互相有差異 差異性 那因為今天 待會兒可能會直接會討論 那我只能把我就針對我自己個人的一個想法跟見解特別提出來 等一下大家針對這個條文的時候都可以做各自對於條文的一個修正 或者經費的來源 或者說他適用的一個對象 都可以放寬來做一個調整 那對於性別平等法家庭照顧家的問題 我想最主要就是 我剛剛特別提到的一個公平跟正義性 那待會兒主席也會針對這個性平法的一個修正條文進行討論 現在等我們的版本 對 因為就是剛剛你有提到你有版本 林秀文也有版本 所以我們今天只尋答不處理 等你們的版本進來 我們再一併逐條來審查 所以待會兒還有時間可以做尋答 沒有了 那你剛剛不是說要讓我唱首一言 讓我多兩分鐘 你剛剛是問說 因為你有版本 林秀文也有版本 所以我告訴你說 我們今天等你們的版本 所以我們不進行逐條的審查 對 那如果你需要再兩分鐘 可以啦 我想可以 我們中委員是勞工專家來 我們 那我稍後我就要請你多指教 再兩分鐘好不好 給我放那個 有關那個就業保險的保險給付 因為在裡面 因為這個失色到家庭照顧家 因為照顧家的經費的來源 我們看到就業保險法的修正條文來 其實你看我們的運營 流子提升價已經支出84億 沒有你給我那個 那個整個表格會比較清楚 我們從92年開始 到我們的運營家是98年 我們在整個的總總透透數 總收入 但是失業給付裡面 佔了66億 那包括及早就業獎助津貼 也包括職業生活津貼 也包括因應留職津貼 包括失業之後的全民健保 幾乎漢步隆動的 都從救保基金來出 我想問部長 如果我們的家庭照顧家 你也同意要給勞工五天公平性 救保基金還會負責 我比較持保留的態度 但是因為都聽聽委員的意見 因為我們現在了解是 全世界大概沒有一個國家 是從救保這個基金來付 但是這個裁員的問題 因為每個委員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大家就 不管各個委員的版本 基本考量上 就是要給勞工一個公平跟正義性 所以有新的方向 我們是朝這個方向來規劃的 所以在從哪一個費用來支援 其實都要去多方考量 其實我要跟你特別提到 剛98年的金融風暴 你看看那時候的失業給付給了多少錢 兩百多一 兩百多一 你接下來認為說失業給付會好還是會不好 會增加還是會減少 是 都值得考慮 所以這一部分 我這邊特別提出來 也請部長能夠多放在考量 是 謝謝 謝謝委員提醒 謝謝主席給我多了兩分鐘的時間 下次我有機會當主席 我也會還給你 好 不止兩分鐘 要記得 好 謝謝 來 我們接下來請吳裕琴委員進行諮詢 主席請郭部長 好 請郭部長 吳委員長 郭部長早 我今天想跟您討論有關家庭照顧價給薪的議題 那我想我這邊有一些相關的條文 我想這個 欸 還沒出來 好 來 因為這個相關的條文呢 其實涉及到我們信憑法的第20條 還有 因為有一些委員也提到說 這個家庭照顧價要有薪的話呢 要從舊保基金裡面來支應 所以也會去修到這個我們舊保的一個 第10條跟第11條的這個法案 那我想再次請部長再說明一下 我們舊保基金的法定用途是做什麼 我們重點大概兩個 一個是照顧失業的 第二個就是希望能夠促進穩定就業 是 那所以剛剛其實中共趙委員已經有大概對這個舊保基金的大概經費的發放的情況 現在有一些些的有點偏頗了 一個空間 甚至對於失業的一個給付 也有一些要提出要擴大一些給付的範圍 可是我想 勞動部一直好像比較保守一點 專家學者給我們的意見說如果我們要調整的話應該優先考慮是不是要去放寬那個失業給付的條件 而不是再去開窗另外一個津貼的一個門 他們認為 就是包括業數或是這個給付的額度 還有對象是不是要增加 要去考慮這些問題 這個應該是舊保的基本應該要的一個 原來的立法的初衷是這樣 可是現在好像這邊有錢 大家都什麼都往這邊來想 我的感覺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時候 當然這個部分是要審慎評估 到底這個舊保基金是不是適合這樣來使用 好 再來就是我們要看 這個家庭照顧假 目前其實也有 就信憑法裡面其實也給我們的就併入試駕 但是它的基本概念上是不給薪 從14天的試駕裡面就扣了這個7天 那是一種試駕的方式 那就是等於勞工的責任了 就是勞工自己請假 所以這個概念裡面其實就是 把我們家庭照顧假是視為勞工的責任 所以是由勞工自己來負擔 可是我要跟這個部長討論的 就是我們的公務人員 下一張 公務人員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公務人員也有家庭照顧假 那它的照顧假也是7天 可是它有5天是可知新的 比如說我們勞工沒有 勞工7天是4假 要自己負責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我們一直長期 民間團體 還有我們本席也是長期都是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勞工不值得嘛 尤其是公務人員 也是我們勞工大部分都是我們搭繳的稅所支付的 這薪資 他們有薪的 他的照顧假有薪假 我們沒有 這是一個 就是覺得在這個公平正義上面 是應該要做一些檢討的 那我們也在討論是說 那這樣的一個薪資 他們有 我們沒有 那這樣的優惠 我們當然就是 從過去我在民間團體的時候 就覺得非常非常不舒服 所以應該要來檢視的是說 能不能讓我們跟公務人員的 這個有薪假是一致的 就給5天 能夠讓我們展現一個公平正義的 一個情況 是 包括委員 這個也就是我理解說 所有的委員提的版本 都是朝有薪 我們現在也接受認為 這個方向來規劃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就是 有需要去考慮到那個裁員 對 所以我待會兒要接下來 跟您再討論的是 好 我們家庭照顧假 是不是下一張 是不是一個社會責任 那這個社會責任裡面 我們也有幾個部門要跟部長在做討論 到底它的範圍 要給付的範圍是哪些範圍 那誰來負擔這個成本 這等於是細部要進入 這個細部的討論的時候 真的要理性來討論 到底它的範圍在哪裡 因為現在照顧裡面有孩子 對孩子的照顧就親全 我們這個是婚母親的親全 照顧老人的話是孝道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是絕對是 好像都交付給勞工來負最大的責任 那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在哪裡 我們也一併來討論社會企業責任 是不是能夠來分擔這樣的一個 這個家庭照顧的這個 這個應該壓力 是我們的一個責任 我們來討論幾個部分 來我們看看那個家庭照顧架的範圍 那現在幾個樣態 因為有好多委員提出來了 我們信評法裡面其實也提到是說 家庭因為家庭成員有需要 所以我就是放這個照顧架 第二種是防疫 我們上次其實在談腸病毒的時候 甚至在談流感的時候 其實他都有防疫的一些需求 所以他必須請假在家照顧孩子 因為孩子停課停班了 那這個部分是有關疾病 第三種是天災 也有委員提出來 因為颱風或是天災 那孩子不上課 那我們要上班 這個部分就是之前也在討論說 那這個部分怎麼辦 到底這個是誰的責任 所以我們有幾個 這三個方向來講的話 我不知道 部長你覺得這幾個方向 是不是我們現在在討論的範圍 好像樣態蠻多的 責任的分數 我不知道這是誰的責任 第一個是家庭自己的需要的時候 第二種是 防疫 第三種是天災 他的型態不太一樣 是不一樣 但是防疫好像在其他相關的規定裡面 其實有規範一些 譬如說請公價的情況 還有像天災其實也有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都要綜合去考慮到最後 回歸到我們這裡 再找那個裁員的時候 到底在哪個部分 需要是由社會企業來負擔這個責任 還是由國家還是由保險等等這些 其實這幾個方向都可以做參考 是 所以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像這樣的一個家庭照顧架裡面 在這個防疫上面 我想局管署應該要出來 應該也是一種因應防疫的需求 而要求他在家陪伴孩子 或是照顧這個 有防疫需要的這個人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 局管署應該也要出面來做一些 這個處理 那至於防災天災的部分 當然這部分其實也有一些 這個到底要政府出還是雇主出 這個是不是雇主的企業責任 這個可能也可以再做一些討論 我比較想跟你討論的就是在嬰幼兒的部分 跟老年的部分 這些成員因為需要而來 而有這樣的一個照顧需求的時候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應該是有一些政府的責任 就是說不應該是說都有勞工來自己負擔 不知心 政府跟企業這邊的責任 是否有一些討論的空間 但是最重要現在剛剛提起下來 是錢從哪邊來 對 錢從哪邊來 我不曉得我們部裡面有沒有一些 這個所謂的備案方案 沒有我是覺得我們這個階段 還是讓這個不同的意見能夠進來 然後最後我們再來做中和的考量 這政策的走向 不過因為這個牽涉到 第一個對象我們到底要放多寬 第二你室友是不是要有些限制 第三你的天數 因為這個總算出來以後 那就是決定那個裁員的多或是少 多的話要總共去考慮 少的話是不是就比較容易處理 所以這其實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一個定論 我覺得是應該要審慎 然後讓不同的意見 我們一起再來做中和的考量 所以如果本席要求說 我們照顧12歲以下的兒童跟還有老人 那這些如果是要刻以企業的責任 那這個要跟企業對話了 一定要的 一定要要跟企業對話 所以今天因為也還沒有做相關的討論 那我就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是可以來討論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政府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個可以討論 那另外剛剛其實部長也提到了 那到這個真的有這個照顧價的時候 到底費用怎麼支應 會不會有道德風險 是不是 如果是由政府出的話 如果是雇主出 當然道德風險就會比較低一點 如果是來自政府的資源 剛剛從救保基金這邊來講的話 如果是從這邊來的話 那可能就有些道德風險會產出 這也必須要考慮的 對 所以相關的配套跟給付的範圍 其實是要很仔細的做一些討論 才能做一些定調 是嗎 是 我們現在也在搜集全世界各國 有相關的這個價的情況 其實不一而煮 有這個無心的 也有一半一半像新加坡是前三天 雇主婦後三天是工基金婦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他們育嬰跟雇老的又分開 所以類似像這樣其實情況很多 所以我們都在搜集資料 我想可以做 最後我們再一起來 再來再來做一些整理 好 因為我想在真的在這個各種不同 因應各種不同需要而請的照顧價 確實不是只有勞動部 一個部會的一個職責 剛剛說防疫 天災 天災我不曉得是誰要來負責 那這個相關的這個議題 其實應該有一些更多的一個對話 所以本席在這邊也是希望能夠 再有更多的社會對話 能夠讓這個社會有共識之前 我們是非常支持應該照顧有心價的 但是這個有心價怎麼 錢從哪邊來 範圍怎麼訂定 以及未來的這個配套的相關措施 還有各個不同的部會 之間怎麼樣做一些對話 還有跟企業的對話 因為這個也會設置到企業的社會責任 我們一起來討論 讓這個法 或是在訂定的過程中會更作嚴 是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李燕秀委員進行諮 主席在這邊宣告 待會陳一鳴委員諮詢完之後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請部長 郭部長 好 請郭部長 李維好 謝謝部長 先恭喜你榮生 但是我想 你也是長期在勞動部 所以對於很多議題其實 對你來說應該沒有政府交接的過程 銜接的問題 也就是很多的議題 其實我認為你心裡應該有一定的定數 如何去處理 包括你剛才回答幾位委員的答案 其實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您在勞動部的時間已經這麼長 照理說每一件事情 你應該包括救保基金 你如何後續去做一些處理 那我先就剛才結委委員的議題 我先接著下句文 我才回過頭來問我今天 我所要問的主要的議題 有關於家庭照護架 性評法的第20條的修正條文當中 包括照護架的部分 因為現在馬上面臨的就是 颱風季節的來臨 現在也是長病毒的高峰 馬上就要進入高峰期了 其實最近重症的案例 好像開始慢慢出來了 那長病毒一旦發生的時候 就是要求7天 孩子必須在家裡待7天 面對現在都是雙星家庭 所以當然我們希望這個修法 看起來朝野是有共識的 也就是家庭照護架的部分 是勢必如果我們未還 儘速的修正完成之後 送到院會我想 這個沒有藍綠的問題 這個議題有機會儘速的去做調整 那但是關鍵就在一個 兩個問題上裁員如何來 裁員我想這個是非常專業性的問題 當然在這個會期之內 我認為勞動部針對於裁員如何來 這個是你們內部 自己要去做通盤考量 這不是委員的委員 當然我們後續去監督 但是你們一定會有最專業的判斷 但是回過頭來 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如何把勞工跟軍公教這個部分 拉在齊平的一條線 我當然也同意 我們不希望是社會階級的對立 但是如何去拉在齊平的一條線上 其實是我們大家追求的共同的目標 那我的版本 我的修正版本當中 我提到 因為目前勞工是14天的 14天的試駕 在我的修正版本當中 我提到的 我認為 因為現在包括肠病毒也好 颱風氣節也好 颱風現在 我不知道 當然後面補助從哪裡來 去年柯文哲就說 孩子放假 學校放假 勞工不放假 像這樣的事情 還是有可能會再發生 馬上就是颱風的季節來臨 那這個部分 後續如何去做一些處理 這個關鍵就是 我提到7天的照護假 是從14天另外再提出來 外加上去的 那五天比照這個軍公教 五天是有新的 兩天 那針對於這個部分 部長你支持嗎 因為14天顯然不夠 譬如說我有兩個孩子 一個長病毒完7天 第二個馬上又被傳染了 所以其實試駕 其實試駕 扣掉試駕也不足夠 所以因此我們認為 面對現在 流行性的傳染病 越來越多 包括今年一二月份的過年 那個流感也非常的嚴重 那現在長病毒又在高峰 後續可能又登革熱 當然我們是全國性的 我們是全國性去關注這些流行性的 這些病情 而影響到未來這個 照顧家庭的這個照護假的議題 所以這件事情 部長你的看法是什麼 包委員我覺得 這個照顧家的四個最重要的因素 剛才我們提到的包括對象 自由 天數跟財源 這個環環相控 所以真的有需要一個很徹底的對話 因為 部長 剛才說你們一直說 新任的政府一直說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我當然知道要溝通對話 但是你心裡應該一定有一定的定見 跟你的版本也應該要有 而不是只有對話 你要對話也是 你要去說服別人嘛 那你的版本是什麼 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是 沒有想法 不是沒有想法 我們沒有預測底線是多少 因為 現在看起來 還是隨著我們所有幾位委員的版本 就是折中取出一個 只要大家有共識的話 我覺得這個 那就是你沒有想法嘛 我們過去是有想法的 但是覺得現在好像不一樣 那所以過去有想法 今天沒有想法囉 過去現在其實大家的要求都已經 比過去大概我想都不一樣了 所以如果對象跟私有 那你的意思是說 委員都常常在變喔 換了一個政府委員也都變喔 不是委員變 整個社會的期待其實都在變的 所以最原始的時候 社會的期待是正向的改變 希望大家都 勞工跟軍公教的福利都是一樣 這個是有共識的 但是目標沒有改變啊 我就搞不清楚 如果對象跟私有跟天數 是因為你換了一個位子 所以你變了嗎 我過去不會去做政策的決定 現在我就要做政策決定的時候 我就要考慮 部長我覺得你想這樣的話 很不負責任耶 雖然你不會做政策的決定 但是很多議題其實你應該 都一直是在局裡 你是專業的事務官 所以你照理說你應該 你應該提供很多頁 部長 那我不讓費我的時間 跟你做太多的答詢 但是 把軍公教 跟這個勞工的這個 有照護架 拉在從同一個期兵點上 我覺得是藍綠大家共同的目標 那我再一次提醒你 我認為 是要另外14加7 因為面對現在長病毒 一停課就要停課7天 如果我有兩個小孩子的話 那面對現在還有颱風 颱風的部分 還有長病毒 還有登革熱 所以我認為是必須要去 統整的去做更多的思考 來去討論這個修正版本的議題 這是以上 我對於這個議題上 我的想法跟意見 我也再一次提醒你 照理說你應該有定見 對於你說你沒有想法 然後以我們的想法為動 我就會覺得你的專業到底跑到哪裡去 第二個部長 那個在這一次勞工幾個蔡英文總統 她的主要政見 六大政見當中 其實勞工還是比較關注的 有幾個重大的議題 你一直在媒體上就說 未來我們週休二日要修法 那你打算的修法是 目前軍公教是7天的假日是紀念 但是沒有放假對不對 那勞工是目前還沒有修法之前是 也沒有放假 那我請問我請問你 你修法是要把勞工跟軍公教拉在一致 還是你要以哪一個為主 你是要與軍公教比照勞工 還是勞工比照軍公教 我們修法37條是未來要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它的規範 我聽不懂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說 全國就是全部聽內政部的那個標準 那到底有還是沒有 就是會加一天五一勞動節 然後如果是12天就是加一 就是沒有 所以未來勞工沒有 所以是媒體報錯了 不是媒體也沒有報錯 那個七天是 那問題是你以前 前一陣子媒體上我看到的 就是你上任就是 未來要恢復 勞工七天的假日 的紀念假日啊 包委講法不是這樣 是那個七天是因為 不予被查回來以後一定要恢復的 因為我們要遵照決議來辦理 但是如果我們完成了 你不要都來都去 你不要都來都去 我現在只剩2分11秒 在浪費我的時間 是週休二日完成以後 就沒有這七天的問題啦 本來不是目標就是週休四 週休二日嘛 但因為沒有落實 所以大家還是週休一日啊 勞工在抗議說 為什麼你週休二日給我講 你週休二日 現在週休是 本來勞工就是 目前的工時就是40個小時 對不對 你不要跟我都來都去 勞工本來就是一週40個小時嘛 這是之前陳雄文部長談的嘛 但是我現在只跟你談紀念假日的部分嘛 你都來都去 都了一大堆浪費我的時間 實務上他們透過時間的調移 還是週休一天 因為他們每天就給你少個30分鐘 不講 你就直接告訴我 到底你未來週休二日的立法 到底勞工還有沒有七天的假期 你告訴我有或沒有 今天媒體都在等你這個答案 全國週休二日落實以後 週休一定會有二日 但是他的國定假日全國一致 就是 有還是沒有 就是 就是 19天改為12天是不是 對 沒錯 所以也就是沒有那七天假期 對不對 就恢復到全國一致了 你就回答全國一致 就是到底那12天 勞工那12天是不是只有12天的假期 沒有 就沒有了 但是回到他做休日 他有多52天的禮拜六 就是12天沒有了 對 好 所以 部長 以後業務報告 或對外媒體 請你把話講得精準一點 我不知道是你報錯 你講錯了還是媒體報錯了 我看到老公都覺得給你拍拍手 都是一樣的講法 部長 另外蔡英文總統講的 限縮責任至84條之一 最近我也關注到華航的工會也都在抗議 我剩下30秒 你不要再給我兜來兜去 這個84條之一 你後面要怎麼限縮責任制 你要限縮誰的責任制 你這個版本要怎麼改 我們是實務上現在因為已經 原來已經有84條之一了 我們就逐項去檢討 怎麼檢討 是要把誰拿掉 是啊 就是一項一項我們都會檢討 然後看你不需要84條之一 我們就把它刪掉 我們目前已經 看起來 你有跟資方溝通過了嗎 每一項都一定要跟他們溝通的 他們都同意 同意的話我們就說 像我們有些項目都已經拿掉了 部長我告訴你 你給我放那六張圖 那個蔡英文的總統的政見 我告訴你 我今天之後 我下一次再碰到 勞動部的部會質詢的時候 我就會針對這六條 因為這是蔡英文總統很重要的政見 我們也要協助她落實 我希望在這一屆任內 當然我非常遺憾的啦 民進黨這一次提的優先法案當中 都沒有提到任何你勞動部的版本在裡面 我非常的遺憾 號稱就是最重視弱勢團體的 這個最重視這個弱勢團體的勞工 但是你優先法案沒有一條 這一次在民進黨提出來要修正這個會期 沒有一條是你的 所以我就覺得你不夠努力 我就認為你不夠努力去爭取 等一下好不好 因為要有版本 要有版本在裡面才能定優先 我們因為版本還沒有送到 那你就不夠積極不夠努力 我再告訴你 你這六大條 蔡英文總統主要的政見 不是只有民進黨重視弱勢勞工 我想在現場每一位委員 不分黨派 大家都非常重視勞工的權益 所以我不認為你有銜接的問題 你對業務非常熟悉 你也應該非常專業 你也非常有定見 我拜託你 這幾條重要的法條 拜託你 我會要求你 一個禮拜之內 把時辰 我要時辰表 我協助蔡英文總統 落實他的勞工的政見 拜託你把時辰表提給我 謝謝委員 我每個會期都叮你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李彥秀委員 我想剛剛李彥秀委員諮詢 中間有一段 如果媒體聽得不夠清楚 我再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的郭部長 其實已經告訴大家 即使他上任之後 他跟陳雄文部長的政策 並沒有遏制 有關於勞工7天的國定假期 這個議題 他事實上是個假議題啦 他上任之後 一樣把原來國定假日 他修的跟公務人員一樣 也就是說未來勞工 還是12天的國定假日 跟陳雄文之前送到立法院來的版本 事實上都是一樣的 結果都是一樣的 那我不曉得 為什麼之前媒體會下那個標說 要正式恢復勞工7天的國定假日 這真的是一個假議題喔 這個請媒體聽清楚了喔 這是個假議題 好 接下來我們請陳一鳴委員進行諮詢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郭部長 謝謝 好 請郭部長 好 陳委員好 好 部長早 你之前在5月24號的時候 就有講嘛 你說希望這個不僅7天的國定假日 要歸還給勞工 而且最低的薪資 最低的時薪 在7月就要調漲至120元嘛 那本席今天也有聽到你的報告 還有你的那個總的資料 你是說是因為你的這個計算的公式改了 所以就會調到126 那計算的公式為什麼可以改變啊 他是因為我們這個 從本來是兩週84小時 然後縮短為一週40小時 那這個是計算的公式是在 陳雄文部長的時候就不能改嗎 這個你們那個你那時候是次長嘛 是 你那時候沒有幫他算過嗎 沒有提醒他說其實是應該可以 各位報告齁 其實這個看法是不太用 我們原來是認為說 你那個時候沒有那個看法 現在就有那個看法 是不是因為小英政府給你壓力 都要送大禮 沒有人給我們壓力 每一個部分 每一個部會 都必須要有送給民眾有感的大禮 所以在這邊亂提 我們也沒有送大禮的壓力 我們我後來是自己檢討 我說原來我們的想法 跟勞團 每個部長就會檢討 每個部長就會檢討 每個部長就不會檢討 勞團到我們那裡來抗議以後 我覺得我們要看看這家的意見 是你的次長給你的壓力 沒有人給我們壓力 給你檢討 沒有人給我們壓力 我們只是認為說 次長今天有來嗎 如果 如果勞方 今天有來 我們廖次長在這裡 請上台 請廖次長上台 請問你有給我們部長壓力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 真的嗎 我上任10天以來 其實都是部長他們在帶領我 因為整個業務 行政部分的業務 我還在熟悉當中 真的嗎 那你是哪個政次是負責 都管你的 哪一個政次 政務委員 政務委員 你們沒有政務委員管你們嗎 那個是零萬億委員 那個是在行政院 是啊 對啊 我知道 零萬億委員有沒有下指導期 沒有沒有 就我所知 這10天以來是沒有 完全沒有 這10天沒有 之前有先跟你面授經營嗎 之前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說我上任10天以來是沒有 好 謝謝 請放下一張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看一下 其實在阿扁執政的時候 最低工時其實都沒有什麼改變的 95塊啦 是馬總統馬政府上台之後才開始 每年都有在調工時 最低的工時從98塊 103塊 109塊 最低的工時 115塊120塊到 現在我們部長講126塊啦 所以你看每年幾乎 就是調5塊跟6塊嘛 算不是這樣 所以小英政府 你上台 你說是計算工時改變了 所以要調個6塊錢 過去也是都在調啊 不是嗎 算不是都在調 那個調的時候不一樣 這一次是因為我們那個工時 配合到工時的調降 了解 才發生這個事情 以前是 以前是整個基本工資調整的時候 對 這個日薪也 月薪調 那個時薪調 所以代表說之前是 馬總統比較照顧我們的 基本 我們的勞工呢 有考慮到他們的辛苦 所以每年調 那小英政府上台是因為工時改變 所以就調 所以態度不一樣是不是 思維不一樣 邏輯不一樣 好 請看下一張 好 那你要調這個工時 是不是應該要經過一個審議委員會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審查 才可以調對不對 基本工資調整的機制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嘛 那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誰 主席是我 審議委員會 審議委員會主席是你嘛對不對 所以你說了算 不是 因為有勞資政學 四方面的委員都 對 這個按照比例都有 了解 所以你跟他們協商過了嗎 這個開過會了嗎 還沒 還沒有開會 是 所以你就覺得說 沒有開會的東西就可以先講 不是 因為是勞團到沒有反應之後 我們認為應該要提到委員會 我知道啊 可是以體制上來講 就是委員會要通過的東西 政策才能夠做 包括委員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說要先提六月份的工作小組 我標題是這樣子 你看你們的內容 我沒有第二種講法 就是先提六月份的工作小組去討論 看看適不適合 要可以其實單位來做 如果大家都認為這個應該要提到八月份 或是九月份的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所以這個其實還沒定案嘛 對 我從頭到尾沒有改變過講法 好 那如果最低工時調了之後 是不是最低薪資也會調 那個是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在審議委員會你們要去討論 那你們先告訴我們你們的準備是怎樣 這是委員會 所以我們不能有預先的立場 我想每一次開會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最低工時就可以預設立場 那到了最低工時 也沒有 這次不是預設立場 我跟委員報告 正是因為40小時縮短了以後的 公式上的一個元素變化而已 一樣的道理嘛 你還是必須經過委員會的審查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講說要尊重工作小組 說這種從120塊到126塊 到底是一種公式的調整 還是一種時薪的調整 所以完全尊重公眾小組的意見 是啦 了解 但是你前面那個公式的調整 這個就是硬拗嘛 因為這個公式的調整 總還是也必經過委員會的認可啊 要不然的話 不是一樣 委員如果這樣子 如果我們的工作小組 跟委員意見一樣的話 我們就一定要提到 那委員會去討論 所以我從來沒有講說 我們勞動部可以做這樣的決定 我從來都是這樣說的 好 了解 好 下一張 好 那前一張 所以你這個說要提出這個最低的 甚至在這個你的新聞裡面 你提到說你們希望將來要提出來一個 在年底要提一個最低工資法嘛 是不是 草案 最低工資草案 對 那這個草案你稍微能不能說明一下 你的重點在哪裡 現在這個月我們是在收集世界各國的 看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草案可以作為參考 不過內容大致上大概不外乎就是一些 一些社經的指標啦 然後審議的過程 還有它機制 怎麼樣來完成核定的單位 還有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但怎麼樣具體調 目前為止還沒有 這個東西會不會跌闖架屋啊 跟現有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 跟或者跟我們的勞基法 會有相當程度的辦法 因為辦法畢竟還是一個行政命令 過去也很多人有批評 所以如果在未來再定這個最低工資法的時候 一定會相當程度把那個辦法 會把它融進來 看看怎麼樣把它呈現 下一張 台灣曾經存在有一部最低工資法 但是已經廢除了齁 在民國75年的12月3號已經總統令予以廢除了齁 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是余國華 這個最低工資法你有聽過嗎 有 有聽過嗎 那這個廢除的原因是什麼 當初為什麼會廢除 就是因為跌床駕屋 就是因為已經有了勞動基準法嘛 以及它的這個最低的這個工資的這個審議辦法都有了嘛 有了之後才會廢除嘛 廢除的東西你們現在又要再提出來 那這個不是跌床駕屋是什麼 委員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時候是因為那個在73年8月號勞動基準法施行之後 在勞進法裡有明定基本工資 另外明定一個基本工資 所以在當時的時候 我覺得你說不清楚耶 已經廢除的東西為什麼又要再提出來 那而且國民黨我們其實是有版本嘛 是基本工資法 基本工資法裡面其實依據的 就是有一些是成立全國性跟區域性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依據各地的消費的不同 建立區域性特別基本工資 五年內要調整西本薪資到三萬元嘛 我們是有一個基本工資法 你們現在要提一個最低工資法 那最低工資法又早就在民國75年都已經廢除了 那為什麼要再提呢 部長 國民黨這兩天提的我們當尊重 而且到時候如果說我們在提我們的最低工資法的時候 那會把大家一起來納入考慮 但是現在要修的最低工法跟以前已經是不一樣了 下一張 消失的七天假 你現在說要恢復嘛 這七天假包括 蔣公誕辰紀念日 國父誕辰紀念日 那如果假期恢復 我們立法院會不會有一些部分的黨團 他是會不會不讓他的助理放蔣公誕辰紀念日跟國父誕辰紀念日 如果這樣怎麼辦 他其實他不是一個恢復的概念 是因為他修法沒有過嘛 我問的是說如果讓他放怎麼辦 注意聽我講嘛 不會那這樣的話我們就 他應該要 你要去罰他對不對 如果要檢查檢查到的話當然是要罰 謝謝 好 最後一張 我們強調的其實是 目前的勞工跟公務員的待遇是大不同 我們公務人員婚假可以放14天 勞工只放8天 分免假 公務人員可以放42天 但是我們的勞工是連續8週也就40個工作天 那如果照這樣來計算的話 主席請再給我一分鐘我解釋一下 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假設說今年如果2月的時候 2月5號有一個公務員如果請產假 公務員只要多請一天試假 他可以休滿11週 總共含6日總共就會放了77天的產假 但是勞工卻僅有含週六 週日的8週就是56天 換句話說 公務員放了77天的產假 勞工只能放56天的產假 中間就差了21天 請問部長 勞工跟公務員為什麼休這個假有這麼大的不同 這個假因為太多種類別 長期以來就有些不太公平的地方 怎麼辦 我正在勞動部的立場 我覺得像這種假應該要通盤去檢討 然後去求取一個平衡 所以現在我們先處理的是週休二日 還有這國定假日 未來還有其他的產假免假 配產假這些應該要一起通盤 那本席是不是可以要求你在一個月內 給我們提一個報告好嗎 針對這個議題 研議如何能夠讓勞工的休假比照公務員 是 我們勞動部的看法 我們提出來給委員 謝謝 最後一張 不只是這樣其實特休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特休 以年資約10年的公務員來講 有28天的特休 勞工就有14天相差了一倍 其實我們勞工是很辛苦的 但是勞工的放假是沒有辦法比照公務員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還要請我們的部長 我們做一些整理 然後看到你不一樣在兩個地方 怎麼樣去處理 一個月內是不是可以提一個 謝謝 謝謝 謝謝部長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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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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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